好 張誠 說到冬殺 奪冬殺是大家現在在關心 而且最擔心的 我們難道只有熊塞嗎 繼續我們的冬殺 我們還可以不四拳飛彈 一般的島都是義工難守 所以對守備方要做的事情 就是拉長防禦眾生 怎麼樣拉大防禦眾生呢 首先從滯空拳開始 剛剛校偉兄是有提到說 在大陸的S-300 是可以有滯空的權 拿到滯空權 讓我們的空軍無所作為 但也不完全是這個樣子 當有這個戰爭要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空軍一定會源頭打擊 先把S-300先幹掉 接著呢 當宜君的直升機 要接近我們東沙島的時候 我們國軍現在有一個揪揪率 有一個加強排在那個地方 他們是配備了刺針飛彈 可以對進空的 低空的飛機作為攔截 那剛剛校偉兄在講到 有一個就是駝江艦的熊山 在我瞭解裡面 駝江艦有一批是配備熊山 有一批是配備熊二 我想表達的是說 因為在東沙島上部署 自海飛彈是有它的難度 但是由駝江艦遲緣 這是一個很好的戰術 也就是說我們把防禦眾生拉伸之後 不管自空自海拉伸之後 躲倒出戰就沒有那麼利益了 好 兩岸最有可能爆發戰事的 現在外界認為東沙的可能性最大 而在南海的部分現在也是劍拔弩張 特別是對岸最近頻頻發 東風二十六的視頻 那麼為什麼認為東風二十六 就是針對南海而來 因為被稱為是關島殺手 它應該叫關島快遞 因為就是說要它射程 它二十六它大概射程有 約三千公里左右 從大陸東南沿海發射 可以擊中關島的目標 而且它最近的這個畫面 我們看到它基本上就是把過去 它東風二十六是擺在一個 那個飛彈的那個外罩裡面 那這一次它把這個東風二十六 那個飛彈的那個外面的護罩打開 看到東風二十六裡面的飛彈 其實也是讓大家嚇了一跳 為什麼 嚇一跳嗎 對 真的嚇了一跳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原本以為 沒看過的會以為說東風二十六 就是一個傳統構型的一個彈道飛彈 結果不是 它前面跟東風那個展示的時期很像 也就是它也是一個高超音速的飛行 也就是說它本身呢 也有可能就是說利用它高超音速 然後能夠在大氣層中進行 這個路線變換變軌的這個能力 讓你的攔截更難 然後為什麼在這個 目前南沙的這個 就是南海的這個情況 開始感覺升溫的時候 大陸要展示東風二十六呢 因為如果說今天 如果像譬如以最近來講 美國在黃岩島沿溪 但前這個禮拜初 兩艘航空母艦又在靠新加坡的那個地方 又進行了一次雙航艦的這個超演 那它一般傳統的 比如東風十一 十五或十七 要打到接近新加坡這邊的這個目標的時候的話 它可能就打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就必須要換成由東風二十六 它具有三千公里射程的 從大陸的廣東沿海或廣西發射以後 能夠打到在新加坡附近的 美國的航空母艦 這個時候就是說 它在這個時候展示東風二十六 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既然談到飛彈一定要來請教專家張誠 東風二十六很厲害嗎 東風二十六在我所得到的資訊裡面 是當初中國大陸專門設計 對付關島的 它大概部署在福建跟江西邊界的地方 設成大概三千五百公里 剛好就是關島 為什麼把關島設為目標 關島除了有美軍 在第二島鏈中了海軍基地之外 還有安德森空軍基地 我們昨天在節目裡面聊 B2B轟炸機就從那邊起飛的 那根據中共在設計這個 關島快遞 關島殺手這個飛彈 它的整 因為關島這兩個空軍基地 如果被 一個空軍基地跟海軍基地 如果被毀掉之後 基本上第二島鏈上 美軍的戰力就大受損傷 所以它當初它的彈頭有一千三百公斤 一千三百公斤的彈頭 我們每概念一千三百公斤 我這樣講 雄三飛彈兩百五十公斤 這樣就有概念了 雄三兩百五十公斤 兩百五十公斤雄三飛彈 東風二十六 一千三 對 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 它大陸強調的長核一體 什麼意思 長背彈跟核彈頭可以一體 它可以換成核彈頭 也就是說這個東風二十六 它當初設計是要把 就是要把整個關島癱瘓掉用的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某種程度 大陸某些像東風二十一滴 有對航空母艦的截擊能力 很多人講說航空母艦在移動 打沒有那麼容易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衛星科技很強 彈道飛彈的軌跡是可以修正的 那我剛剛講 剛剛我剛剛講雄三飛彈 兩百五十公斤 那如果那個東風二十六 它是一千三百公斤的話 一顆如果它命中的話 那航母大概就 航艦大概就完蛋了 所以這個東風二十六D 它雖然有兼具攻擊航母 但是毀掉那個關島基地 是它最主要的 在這一部分 美國不是省油的 美國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想1996年導彈危機的時候 中共為什麼大吃驚了 是因為美國用電子作戰 電磁拳 讓中共的導彈完全偏離方向 所以雖然中共一直強調 他們東風二十六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 我們看看昨天有一件事情 昨天除了 我們在節目上討論的事情 昨天有一輛 有兩架的B2B轟炸機 從關島起飛到南海去巡役之外 還有一架電增機在我們巴士海峽巡邏 美國為什麼最近常常有電增機 在南海在巡邏 不管是P8機等等在巡邏 它就是要收集中共的電子參數 將來中共如果一旦發動攻擊的時候 我絕對相信電磁拳的爭奪戰會是第一項 現在戰事真的一觸即發嗎 習近平真的有可能為了轉移內部的壓力 引爆外部的戰爭嗎 而習近平壓力到底有多大 甚至外傳 連北戴河會議都有可能取消 這個部分我們等會再來談 先休息一下我們的荷包好了 最近全台封手的瘋抽券 觀眾朋友你去抽了嗎 有哪些券可以抽你搞得清楚嗎 所以我們來看到底有哪些券 我們趕快告訴觀眾朋友很重要 如果可以抽 趕快去抽吧 因為那個中籤率蠻高的 我有去抽一放券 你不要這樣一二六 一二六就沒抽到啊 是啊 只有一二六沒抽到 可是你看 抽中的比沒抽中的多啊 來 我們來看看一放券 我就抽到了啊 有什麼浪漫客裝旅遊券 有動資券 農遊券 農遊券現在好像不能抽了對不對 這個我不曉得了 所以我沒去抽啊 我也是搞到現在才知道有這麼多券 為什麼搞得這麼複雜 你們不能整合在一塊嗎 因為它這個就是各部會 那個時候在編這個紓困預算的時候 然後各部分都框了一部分的錢嘛 是啊 那大家整合在一起啊 現在就要把它拿出來用嘛 這是紓困還是政新 這個是那個 這個算政新 就是那個紓困條例裡面的一個部 就是每一個部會 當時都提出這樣的需求 所以現在呢就要把它用掉 不然會被追究這個執行 然後會有加三倍軍會有七千塊啊 對 沒有錯 所以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有點矛盾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你到處什麼餐廳啦 這個高速公路啦 火車啦 其實到處都塞得滿滿的 為什麼政府的各個部會 現在一定要把這些錢拿出來 這樣撒 你怎麼不知道這叫消化預算啊 沒有錯啦 就是說因為公務部長馬屁 都有一個執行率的問題嘛 都有執行率的問題嘛 所以你當初跟立法院要了這些錢 你現在就是要用掉 而且我跟你講 你給人家券 還被人家罵 是不是 哎呀 沒辦法登錄 沒給我QR Code 像我也是 我抽中之後 全世界最笨的一件事 就是給人錢還要被罵啦 是啊 你知道我抽中之後 我就說奇怪 我怎麼沒收到簡訊呢 也沒給我什麼認證嘛 結果我妹妹去幫我查 你看 就被人家罵了 然後呢 我拿了認證碼之後 我也不知道怎麼領啊 連我都不知道怎麼領呢 結果呢 我去書畫施設 那個化妝小姐知道 他就說 太太 我幫你弄 所以搞得這麼複雜 你想阿公 阿嬤會嗎 當然不會嘛 蘇貞昌也是用心良苦 要防止 不是 你搞得這麼複雜幹嘛 防止我們老人家 不要老人動腦筋 這是義肢遊戲 把你搞得難一點 義肢遊戲 到我現場民調 來 有趣抽的人舉手 除了我知道 我抽了一放券 來 有趣抽的舉手 張誠抽了什麼 一放券 而且也是一放券 因為可以看電影嗎 很忙啦 那你抽懂了嗎 600塊 不錯... 其他都沒有去抽啊 其他都沒去抽啊 是不是我們線上有 一二人 五六七 七個人就有兩個人抽啊 因為我們幸好跟馬英九一樣 很怕 我沒有怕 我沒有怕 我是棄權喔 我沒有怕 我沒有怕 我們把機會留給別人 你們把機會留給別人 但是應該 留給年輕人去看電影 一般老百姓都想有這個機會 但是不知道怎麼弄 弄得好複雜 好煩 我們再來看三杯卷 三杯卷 那我們就來講三杯卷 三杯卷是不是等同有價證券 是吧 學前一樣 當然 是 當然是嘛 跟錢不一樣 法幣跟有價證券是不一樣的概念 不要不要 因為它只能花到12月31號 因為它可以不收喔 可以不收啊 可以不收啊 所以很多人不收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符水 你給我錢我也可以不收啊 好冷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符水 你真的是 我想問一下 有蓋在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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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蓋一個的 有蓋兩個的 那我說真的 我要是商家我就怕啦 哪一個是真的 哪一個是假的 陳燕你知不知道 蓋這麼多的 符水 符水分這麼多種 為什麼要亂蓋一通呢 難道不是同一個廠印的啊 不是同一個廠印的啊 梁文杰 直接就你是民進黨 不知道還是中央印製廠 都是中央印製廠 那為什麼一會兒蓋這裡 一會兒蓋那裡 有蓋兩個的 有蓋一個的 有蓋上面的 有蓋下面的 為什麼 沒有 它是這樣 就是說 它是同一張大紙嘛 然後它最後要裁 裁成小張啦 所以它的那個符水印 是隨機這樣蓋的啦 那錢幣不是一大張 它的符水印都在補貨 不能這樣看嘛 但是它這樣的設計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 也沒有什麼 那你說老百姓有多好不收啊 但是我必須要講 現在很多人講說什麼 有假的 有假的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講 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 任何人 拿著出一張假的東西出來 然後也沒有人收到任何假的 因為老實講 現在做假鈔 都是要至少要做一千塊的 才符合成本 我們三倍券沒有一千塊的啦 三倍券只有五百塊的 所以你對於 你要做假鈔的人來講 我根本不會花這個時間 去做這個事情啦 蓋一個蓋兩個 商家會怕 因為它不收 它怕是假的 這句說很多攤商不收 一方面也是因為 你知道攤商不能換錢回來嗎 你必須要有統一編號 要有營利事業登記證 那有很多亞齊亞路 彭丹 他們是沒有 營利事業登記證 因為他們免用投雲發票 他不是套路水 那他就不能換回來 他幹嘛收 對 我這個補充一下 如果你是在合法的夜市裡面 你夜市有自治會的話 那個就像我們前年所發的 那個什麼夜市券一樣 你夜市的攤商拿到 譬如說我是寧夏夜市的攤商 我就可以跟自治會 要自治會去換 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你是流動攤販 你也沒有加入任何自治會 那你可能就真的不收 好 來 基隆夜市有沒有自治會 有 所以他們是可以 你覺得他們每條機的標準不一樣 沒有錯 標準不一樣 但有些 那要怎麼搞啊 有的夜市就是自治會決定 全夜市不收的 對 基隆夜市的攤商是這樣 有些他可能覺得說 我每天生意都忙不過來了 大家都真的要拿錢出來 跟我買東西了 我根本不在乎你 有沒有消費券 他有扯到能不能找零的問題 又扯到能不能把錢換回來的問題 又扯到真的還是假的的問題 還要搞得這麼麻煩 那我不收啦 所以到底在振興試看 也有國民黨的指控說 拿到銀行去 人家不給他換錢 朋友 因為他們剛拿到券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不知道 怎麼去分辨真假 當他要拿去銀行換錢的時候 銀行跟他說 你這張是偽的三倍券 OK 然後呢 然後他就 因為就被銀行收掉 好 恐怕三倍券還要亂一陣子 再給你一步 一步 來吧 還要把錢還在想 天敬 來吧 血液